其实这六名囚犯的家属 他们在前一天晚上 也特别到监狱里头 跟这个囚犯来温情喊话 一直到昨天清晨四点多 他们才回到家 没想到才回到家的这一瞬间 他们就接到六名囚犯 隐旦自尽 家属到殡仪馆认识 崩溃头哭 清晨四点多 才刚从大辽监狱离开 马上就接到儿子隐旦自尽的消息 黄先生的老母亲 感到殡仪馆 溃体的眼泪令人鼻酸 而另外在殡仪馆崩溃痛哭的 还有囚犯黄子燕的姐姐 以及两名侄女 家属恳求检方能够不要解剖尸体 让死者安详的走完最后一程 为了社会的一个交代 谁给我们交代 你们就说他已经出狱了 应该给我们一个全死才对 不过法务部还是出动了 X光真房车到殡仪馆协助解剖 因为六名囚犯 引弹自尽的现场 其中五人头对头呈现棉花状摆放 有明显子弹贯穿太阳穴的痕迹 而另外一人则被子弹爆头单独放置一旁 我们就是要把该有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不是在急着逼着这个时间 我们也是跟家属取得这样的一个谅解 警察官强调解剖是必要程序 必须将所有的机券保存下来 日后才有充分的证据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